主要紫薇命格的人 恭喜你 要走望运 哎呦 好 好来 第二次机会 对 有我们赖神 赖神的紫薇 知道她是什么 江湖有传言吗 我现在跟你说了 我现在手上有三张 赖院长的命牌 已经有三张了 可见你看到没有 多少张 但是哪一张才是真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人放烟雾蛋 对不对 政治人物会放假的生日人物 政治人物都不然都是假的 对 都有两个 生日 因为他们有的政治人物 报的户口就不是他的出生人 对 而是晚报 没错 对 对 就像以前宋楚瑜 他后来说他的生日 当时报的是阴历 而不是阳历 对 所以我现在已经拿到三张了 还缺少权威人士来跟我认证 帮你问一下 对 早知道我就帮你问一下 就 王晴 我等你 所以现在还没有 我们等着瞧 好 那我们就来瞧一瞧 接下去要走望运的 有哪几个命盘 好 来 我们从命宫先来 其实各位观众一定要切记 走望运不是你走路就有风 走望运其实我们是要去了解 你该怎么做取舍 因为人生往往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取舍 会因小失当 所以走望运你要知道你走是哪一种望运 它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看第一个是天府座 我先看一下我们在座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命宫 都没有 是的 光琴姐的对宫有 是 你家对宫是有一颗的 天移宫那边 这样看 命宫 我会介绍他的对宫 对宫 天府床 天府床 你有你有你看到没有 有有有 所以光琴你看你马上就中这一颗了 真的 但我就说刚刚讲的望运 这个天府开始走的望运 是明大于立 明大于立 也就是说明生在外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明大于立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是要拿立来换明 还是用明去换立 这样好吗 这样明嘴讲半天然后领不到钱 都不 这样累 能不能立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间点 既然走是这个望运 明生在外力其实会更大 所以他要的不是短力 而是长力 但是我们今天也不能只看光琴 我们要看广大的观众朋友 所以在这个望运的状态之下 比如说今天你要去考虑的是 这个让你有明生 但是钱少要不要去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取舍问题 那要不要去 对宫哥你是 他也是天府 对啊 你也是一个天府 所以你的演唱会到底要不要去 新加坡这一场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运 他又改齐了 所以开价就会有一个问题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这时候你应该要去买的是人脉 买的是明生 这时候力来换明 远比明去换力要重要得多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天府心 明很重要 明生其实还包括信用 对不对 再来我们再看的就是 一开就先种一个了 那另外两位 天良 天良 天良心 有天良的朋友们要记得了 天良这时候走的 是权力地位的望运 可是什么叫权力 天良这颗心比较温和 很多人说温和的人怎么掌权 欲棒相争 愚翁得利 天良扮演就是这个愚翁 有人在那边吵得要死 你躲远一点 不要去穷缴祸 更重要的是 不要选边站 这时候对天良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说 接下去来的望运 这时候天良如果选边站 这时候如果他加入战局 如果他退出都不对了 这时候在旁边隔岸关火 那老师你说 意思说他要当墙头草吗 这时候刚讲的 他不选边站 不代表我两边都要站 城堂草是两边都站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天良 下去的望运 事实上就是 当这边斗争者 突然两败俱伤以后 万他掌权 所以这时候在旁边 量谁要量谁 有时候请个家去走一走 有时候被逼得表态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这时候的天良的望运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再来 今天看到市场的命盘 有一点抖 没有让你上的话 你马上要走人怎么办 是 对 所以居然你上了 贪狼 那你对攻 令公子的对攻贪狼 是的 有 我是蛮贪的 你有看到 你就中第一名 真的 所以我告诉你 贪狼中的就是跟钱有关 中的就是属于路 钱 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不一定是师臣 贪狼求财的时候就要小心 不要求气 求气是什么 有时候气是凌人 气是态是老子不爽 走人 求财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生气 不要这个斗气 就是说 是神哥不会吧 事情 不然通告费加一点好了 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 还好你中第一名 要不然刚刚爱丽丝一讲 你都要走人了 你看这就是求财跟求气 他是我们这个圈 脾气最好的 对啦 幽默不去就他了 脾气最好 通告费最低的 通告费最低的 通告费还是最少奇怪的 该涨 发生什么事了 该涨 製作人都听到了 都听到了 所以各位观众也就是这样讲的 我们刚刚谈的 贪狼既然这时候有鹿 那就要小心脾气不能太大 天良现在有权 这时候就要注意的是 稍微散一点边 不要沾 而天府呢 这时候名大于利亚 先把名声出来 再说其他 是 好